好 那如果之前的忘記了沒關係 我們始作為主哈 所以就再始作一下 所以 把這個Copy出來 要寫姓名學號嗎 開2012嗎 開2012 所以這頓課 有幾個東西要學的 第一個在副成下 所以零戰術學沒學好 那當然兩個都把它抓住的是最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畫圖 那我這邊畫的話 就希望我們從這個WPF這邊來畫 所以就比較容易一點點 那如果 沒有興趣 Window Phone 還要再看一看 那也可以 當然不要用VB 我們用CShop 對 視窗應用程式 WPF也應用程式 那我就開一個今天 第一週的第一題 先做一個簡單的畫圖 可以嗎 先做一個簡單的畫圖 請請問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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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现场有三系统,就三个 画这个画出来 好贵喔 是VidualT吗? 对,不不不不 Vidual Studio Virtual,他写Virtual 应该是Vidual 是这个吗? 对对对 因为开发系统,这一系统我们那里写错啦 现在是Vidual Studio Virtual Studio 虽然那个Virtual 现在是当途 Virtual Studio 好, différents 对,谢谢 其实,所以说,你觉得这个流浪 对,无别的流浪 严重 。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那外框的话我们是用画布不要用隔点 隔点的坐标系统圆点在中央 那当然我们用画布做也可以 用隔点做也可以 那我把这条线拉进来 真的吗 没有你就开了专案嘛 然后把这贴进来就好啦 哪一个网页 所以我们开机的时候刚刚已经讲了 开机的时候呢我们要用2012嘛 对 2012打开我先把2012关掉 结束 所有程式 啊 没关系用打的也可以 用打的也可以 不用找那个网页 因为我们接下来做的话是做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开起来之后呢 我们在这一个 这个怪怪的 因为它没有权 权案 新增 专案 对 选虚下 视窗 WPF应用程式 然后我们就开一个 数学 第一周 的第一题 但是我的方案名称用第一周 加一个D 因为我的Math已经被用过了 所以我再加一个5号 好 那这样开起来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 我们的 视窗就会出现了嘛 所以我们要画一个图 画一条线 那我们就在找网页去 所以刚刚讲 我们要找的时候 就用WPF WPF WPF Canvas Canvas Canvas是画布啦 2D 或者WPF2D也可以 因为我画平面图嘛 等我们需要3D的时候 我们用3D来画 那这里你可以看到 这边它有一个 有一个教学网页 所以我也告诉你怎么画 那我们刚刚找的话是 蛤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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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那个没关系啦 我打给你看就好了嘛 所以 刚刚我们看到 我要画线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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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会找到微软的 MSDN 微软的我现在 比较不喜欢用 因为上学期它就改变策略 它有很多 范例案例程式都不写出来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 这里有一个范例 做画图的范例 对 那没关系 你用打的也可以 这边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就用空白的来打 所以我在隔点这个地方呢 麻烦你哈 打小鱼 因为它有智慧标签 所以不用太担心 打L 打L的时候你就会看到 LIN 是线嘛 移到下面来 按DAB键 画一条线 画一条线的话 它应该就有起点跟 一条线 两点就是一条线 起点跟终点嘛 那因为我们要画这个 从2到10 所以我画一个作标的 画到这个10 所以我画一条线 LINE 在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参数这里面的话 当然我们如果 对不起 我们如果从 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它说X1 Y1 X2 Y2 X1就是起点 1就是起点 2就是终点 对吧 所以我就X 就看到X1 是等于 0吧 对不对 然后我的Y1 也是等于0 那我的X2 等于20 我的Y2 还是等于0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应该会看到 我在我的图上面 应该会画一条线出来 没有看到线 没有看到 为什么没有看到 因为我没有给颜色 所以我在这边 坐标轴好给红色 有一个叫Stroke 后面就接颜色 坐标轴给红色 然后 还有一个是它的 还有一个是它的 它的 刚刚讲 那个Stroke 还有一个是它的厚度 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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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地方 因为0在这里 亚 宽 宽 宽 圓點在這個地方 所以畫就從這個地方開始畫 那我希望把它 底下一點 放大一點 你看 你看 位如果把它移下來 從一百的地方開始畫 那你可不可以把這條線畫出來 應該可以 所以我們把垂直的那條線畫出來的話 那我就把這個什麼 複製一下 複製 複製照它原來的格式 因為格式已經定了嘛 只是起點終點不一樣嘛 對 起點的話 還是一樣 終點會變成什麼 X不動 好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要畫 這個 X從2 到X0 那因為我們現在把它 後面多一個0 所以我們就把X等於2 到X等於2 所以我要畫一條線 畫在這裡面 那我們就要知道誰是 然後用程式來做 OK 那我要在這裡面畫一條線 要怎麼畫 那我們從剛剛 因為這個是物件的觀念 所以當我們要畫線的時候 就單純了 所以在這一個範例裡面的話 應該會看到 欸這裡會告訴你怎麼畫線 蛤 隔點的小孩 按人家 好 那我畫線是一樣 所以我就先宣告一條線 對 告訴他點顏色 告訴他起點 告訴他終點 然後告訴他 線寬 然後把它加進去 那我要畫這條線的時候呢 我覺得一小段一小段的句話 一小段一小段的句話 也就是我讓X等於20 到什麼 100 免個1 增 增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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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 Y算出來 1.1的區間化 可以啦 可以啦 可以 所以 我們要這樣去做的話 我們可以先試一下 我想先試一下 就是 我們先試 在程式裡面 去把這條線畫出來 要在程式裡面 把這條線畫出來的話 因為我要把線 放在這個格子 所以我們格定下一個 對 所以要給他一個名字 通一個 Name 對 給他叫G1 你看 那這一個參考的範例呢 這個是用標籤寫的 我把標籤 複製一下 回到我的程式裡面來 在我的程式裡面呢 我把我看剛才 剛剛在下 再一下 再一下 X1 Y1 X2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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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2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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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2 X1 X2 X2 X1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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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 X2 X1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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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拉不出来呢 在这里哈 所以我把刚刚 这个是标签的语法 我在程式里面的语法的话 就应该什么 用 L-I-N-E哈 看到没有 没关系啊 因为这个是数捷 数捷是刚刚我标签的 放过来 参考标签来做 所以标签里面呢 有这个标签的名声 在程式里面 就有类别名声 所以标签就是用这个类别做物件 那我们现在就用 在程式里面 用这个类别做物件 用VD 啦 用CS 程式语言你选错 重新再做一次 你刚用VB 因为他内定是VD啦 你没有用CS的程式 新增 党 专案的时候 语言不要用VB 不要用CS 你用的是VB 所以那个 范本不一样 好 可以哈 那我们 就在这个地方 LINE 对 我就给他一个名字 等于 Nu的 所以 这条线 它的 X1 等于 0 是 1 5 5 4 5 5 6 5 6 6 5 5 5 6 5 5 5 6 5 5 6 5 5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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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6 7 8 9 9 5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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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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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不然你想不然 我说这种红色 为什么那种多红色 没有英文 那我说 我会吃